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啊月光雕刻師這款遊戲算是新推出而且相當的熱門 那麼我呢當然也就前去體驗了一下這款遊戲 不過呢在升級的時候我發現這個能力的點數似乎有一點難點喔 就像我們在遊戲戰鬥的過程裡面你是不能穿脫裝備的這個一樣 這個遊戲的設計還真的是有點特別 那麼這個能力的點數它到底要如何去把它點才不會一下點得到 一下又點不到甚至還會把你分配的點數全部都重新點 其實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你在持續的攻擊怪物或者是被怪物攻擊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呢就很容易出現這種能力點數分配好的然後把它重置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唯一的解法就是先停止我們的這個自動AUTO的這個功能 然後呢找一個我有主動怪物攻擊的地方 趕快的把你的這個點數點一點然後再AUTO出去打怪 這個問題相信對很多玩家來講都覺得蠻困擾的 本身原本我以為只是模擬器的問題 後來用了手機玩之後也發現 欸!竟然有相同的問題 找了一下答案發現原來它是因為不能在PVP或者是PVE的情況下 去做這個點數的分配 所以呢這個方法就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啦 那麼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也會持續來分享一些月光雕刻師的一些心得 我們就下星期的見囉掰掰 掰掰